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出户意外 苏贞昌挑战台北市长没有成功 台大叔好龙斌17万票 会竟没超越 和上次民进党最低迷时 谢长廷选得差不多 蔡英文出事提升 角逐新北市长突破100万张选票 票数更胜苏贞昌保持记录的87万张 悲愤化为力量 坊间喊出蔡苏佩 但此苏佩与苏 值得事空上台中 指小叔胡志强3万多张选票的苏家全 天算万算 本来或许会有一些朋友想说 苏贞昌呢 在最后没有选上 正好可以去选2012 但是一来呢 我们看到这个苏贞昌的选票 落后了十几万票 真的是差了蛮多之外呢 没有想到有一位 这个相对的后辈苏家全先生 在台中居然是紧咬住了这个胡志强 让大家觉得 真的是差一点点就要翻牌了 《龙龙梦》里头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名言 机关算计 反悟了轻轻的姓名 这句话真的是 苏贞昌典型的一个写照 他本来以为他可以在台北市 打出一场漂亮的选战 然后让他问鼎 2012年更有机会 因此一再的拒绝 要去新北市 然后这个两个人 一意味之后的结果是如此 我觉得苏贞昌当然 也会在这件事情上面 遭遇到党内比较多的踏伐 蔡英文他那时候明明没有要去新北市选 那时候党内那位苏贞昌应该在那里选 苏贞昌在大连时候 就自己付口就签到台北市来 告诉人家说我就要选这里 还到保安公去 那这个他这样做了决定以后台北市本来有人要选 大家就不敢来的 怎么好一直跟苏贞昌讲 对不对 那最后空下来的新北市跟台中市没有人要去选 后来大家就说 那你蔡英文当党主席你就要去 蔡英文说好我去可以 我苏贞昌要陪我去台中 这是那时候的场景 大家都记得 那在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他愿意去蔡英文在党内来讲 签来一个钱 因为那一仗其实不要打 结果是输了 可是他输了很漂亮 他拿了一百多万 一百万票以上 那你可以看到 在民党里面 这两个不情愿去选的人 都选得很漂亮 虽然是苏 一个是苏嘉权 一个是他 那在民党来讲 这样的人 他能够 最艰困的选期选得这么漂亮 那如果是我们很好的选期 那一定是更漂亮 所以他是有实力的 把这个来做考量的话 蔡英文变成是马航九最佳的对手 比苏贞昌他们还适合 是不是这样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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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